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場 四班千二米 先看看狀態指數表 有五隻馬的狀態也不錯 2、4、5、7和10 至於配備轉變多少 1號的威力飛彈轉艙復出 它變成的地方是第一次綁利 2號善傳香港近期考了眼罩 3號的前方初戴交叉被固 6號連年勝利第一次跑 用環形壓試口含鐵 7號藍莊加好 轉變的地方是必除了防傘爆必 重大環形口含鐵 和初次綁利 8號的海船在來 除交叉、鼻孤、神操都在用 初用面孤也初綁利 這對馬落草地散開彈雜 這是黎超星很多時會用的操練 落草地有時馬跳得很慢 有時他會給它 但這貨走後面那隻 都不是太厲害 那隻起步維加出閘那裡都慢一點 透斷威力飛彈先 然後就退 好 再看看另外一些試襲 有這隻善傳香港 後面那隻是特醒 特醒那些都看慣了 第一個大閘又不合格 然後又試到大閘合格了 又報名跑 可能突然之間真是特醒 你不知它踏對哪條線 它可以掃光 我覺得這隻馬就是這樣 狀態不差 至於善傳香港 你留意這些馬的步穩 它是一隻不能夠被人碰撞到 要自己撐得很順 那類型的馬 翻步是寬一點 但其實它不是很快腳的 我覺得 因為它是大步的 是 它早上很多時又沒有戴眼罩跳 加上一隻馬本身的性格 都是一隻比較乖、文靜的馬 它不是很起眼的 不過你看到它試襲給眼罩 它都很穩定 走得有前有後 希望楊明倫守風傳順都可以跑得好 好 接著是前鋒 腳法的東西 我想這些都沒得變 它的出腳很一般的 又不是很差的狀態 起碼它都贏過 這隻上次都贏了 用眼光 它是健康、呼吸 曾經出過問題的馬 下腳是輕的 這隻用眼光 但穩定性 我有時嫌它是不夠的 上一課轉腳轉到 想它慢 大家自己上網找回來看 好 接著就是有紅利 它真的跑完 它真的好一點 因為我記得這馬上次的功夫 都有些禮計 不完整的 上一次 好 看看這隻連連勝利 前面那隻 它是一隻較為小的馬 和後面那隻比 後面那隻頂高的馬頸 更加覺得高大過它 我覺得它不是一隻似乎這麼短 這麼快腳的馬 但是它還是比較緊的 就是整個動作 還不夠柔軟 然後看看這隻創新描性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原本新馬回來的時候 都試襲、漏襲 都追得下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七月尾又做了個候補手術 矯正喘名 現在科學、醫術就好了、高明了 希望真的可以 走出來的樣子很好看 這隻創新描性 不過跑肢就不太漂亮 這隻馬 馬頸有點長 所以經常都會擔高頭走 我還是擔心健康問題 開步其實你看到他還是很生 你看到他有些都 好,神朗金剛 又是不知道是否會贏就會贏 那他真的贏過你 結果都能夠贏 而且現在沒有這麼急 反而他有些轉變 反而這樣可能更好一點 上次不過就贏了五班 楊明、冠著這些都在等下班 因為一載證明在四班 縱使有不錯的狀態 有當位幫他也不夠跑 沒有辦法,要等一等 我現在還撿了個十二檔 佳磚三 其實佳磚三是很喜歡 撞著前面這樣去的 他拍跳又是、單跳又是 但真的贏就贏過 但我平高了他 結果都是這隻 來到第二場 四班的千二米 這次有兩組四班千二 另一組是第六場 這一組我覺得 結合當位形勢 沒甚麼馬鹹 我覺得五號的有紅利很兇 尤其是波見時換潘頓 當然賠率會熱很多 但結合上次的表現 再看他這次賽前去草地拍跳 也跳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熱熱點 但有他的穩定性 這隻有紅利 2號的善傳香港 上次我覺得狀態都來得不錯 結果潘頓跑外檔殺了過來 但回來很快就沒有了 你說這次轉眼咒換人 是否立即能夠大幅變身呢 我自己有少少疑問 這個善傳香港 可能也有些高估了這隻馬 未是原先預計一隻馬是這麼厲害 這隻善傳香港 暫時來看 我想要再觀察 其他馬就後面 譬如海船再來 因為那個檔 令到它的僵口可能會難流一些 你看到它神速都是一些 那些比較頂口的那些馬 所以它是會有些難搞的 我想五都是正頭正路 那我都覺得可以提的馬 譬如那隻5號馬的有紅利 因為有紅利我上次說過 如果你回顧它第一個大閘 用什麼配備 然後覺得不行的 為什麼會 然後那隻馬是停過下課 然後再試大閘 又轉了第二個配備 叫好一點點 但落場跑 它可能真的有點底 那它真的算跑得OK 如果以上次的賽前功夫 這次的工序是肯定完整過上一次 還要排在二檔 所以這隻5號的有紅利 應該是很兇的 其他馬我再想在這裏 有紅利會比較有個距離出來 它OK的 這隻馬會在前跌 然後你再數一下 不是很多快馬 五檔線傳香港 然後你數進去四 創新秒星 這隻可能漏萬閘 然後有神朗金剛 放好位 然後就有紅利 連連勝利 我覺得這隻馬是小隻的 淹了是不是這樣 究竟這馬是多少磅的 究竟原本 擅長香港可以擺到錢 我覺得這場馬 它會是賺到的 另外就是7號馬 南莊家好 拖 因為五檬子的馬 他們說水平保持得很漂亮 三四重彩的神朗金剛 你就撿起來 未必是五檬子的 可能是吧 OK 你不要再交給它 你不要再交給它